这是鸟如神的开挂时刻 得到了最顶级的心法 梦幻无极 他认为自己已经被逐出了天机门 现在又机缘巧合得到了秘籍 莫非自己就是那个有缘人 想到这里 鸟如神当即修炼了起来 这梦幻无极不愧是最上层的心法 鸟如神刚开始修炼 便感觉自己的内力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轴身更是出现了阴阳二气 形成了一个旋转的太极图腾 图腾之中隐隐有雷电闪烁 让鸟如神如玉春风好似羽化灯仙 鸟如神见赛化陀夫妇到来 连忙将梦幻无极藏了起来 而赛化陀来找鸟如神 是怀疑鸟如神替无心打掩护 当日鸟如神明明说过 无心曾经带了一本书出去 现在这本书却不知所踪 鸟如神闻言否认了此事 表示是他看花的眼 眼见赛化陀两人要去找无心求证 鸟如神担心自己的阴谋败露 只好承认无心找到了梦幻无极 现在这本秘籍就在他的手上 而之所以不交给燕藏风 是他担心无心精灵古怪 在秘籍上动了手脚 一旦燕藏风按照错误的心法修炼 就会有走火入魔的风险 赛化陀出于对鸟如神的信任 自动脑补了一个开脱理由 认为鸟如神这样做 就是为了燕藏风的安危 鸟如神趁机提醒赛化陀 燕藏风一直急于寻找梦幻无极 想要炼成天意四象诀的第四式电神怒 可修炼武功不能操之过急 所以梦幻无极在他手上的事情 先不要告诉给燕藏风 等他确定秘籍的真假后 再将秘籍交给燕藏风修炼 赛化陀夫妇认为炎之有理 决定不再参与此事 可鸟如神担心两人 会不小心说出梦幻无极之事 因此前去找到了吴星 要吴星杀了赛化陀夫妇 杀赛姐妹 不 我不能答应你 不答应你也得答应 如果活过今晚 我就把其他人一个个杀 就从逍遥狼开始 鸟如神用逍遥狼完全拿捏了吴星 吴星为了他的逍遥哥哥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鸟如神 夜晚降临 在鸟如神的监视下 吴星找到了赛化陀和赛西施 他跪在两人的身前 感谢这些天来对他的照顾 并真诚地向两人道歉 还未等两人反应过来 吴星就扔出了两把毒粉 将赛化陀和赛西施毒倒在壁 赛化陀的武功比赛西施高一些 还能勉强抵挡一二 没有当场的昏死过去 他强称的爬向药箱 想要拿出银针替自己解毒 吴星见状心意狠 上前踩住了赛化陀的右手 对不起 吴星杀死赛化陀夫妇后泪如雨下 崩溃地跑出了房间 刚好撞见了逍遥狼 逍遥狼见吴星慌慌张张的样子 连忙进入房间查看 见到了失去声息的赛化陀夫妇 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掩藏封几人 鸟如神检查赛化陀夫妇的尸体 判断两人是中了剧毒而死 他们两人是中了剧毒而死 几乎是当场死亡 逍遥狼 鸟如神这一招一剑双雕 既除掉了赛化陀夫妇 又搞臭了吴星 这下子就算是吴星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 而燕藏封剑两人刚刚断气 打算用凌双剑试一试 凌双剑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曾经救活过败月 或许可以复活赛化陀夫妇 可让燕藏封没有想到的是 凌双剑根本没有效果 奇怪 凌双剑为什么没有效果 我觉得应该是吴星下的毒过于强 侵蚀了他们的五脏六腑 所以连凌双剑都回天乏书了